被寄予厚望的就是来自中国的石浩渝和张瑶 他们在之前的技术自选当中已经拿到了一枚铜牌 这其中的男选手石浩渝可以说是中国花游历史的第一位男子艺末 绝对是中国男子花游的先驱者 他在2017年首次参加市井赛就是在布达佩斯 那么在2019年的市井赛当时他是与搭档程文涛拿到了自由自选的第六 这次跟江苏姑娘张艺瑶搭档 两个人已经在之前的混双技术自选摘得了一枚铜牌 读写了中国花样游泳在市井赛当中的新的历史88.4分 教练对于两位选手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满意 确实中国花样游泳的混合双人项目真的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